是主客体的问题 而是我们会认为说 这么荒谬的事情 四年前我们跟民进党是朋友 四年后我们当不成情人 也还是希望能当朋友 四年前你明明知道 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这是不真实的 不实指控的事情 结果四年后为了选举 只因为政治立场的改变 所以事实也被扭曲了 然后没有新的证据 你们居然助攻 你不要讲评论 我觉得很多的 他们说的话内容 已经非常明显超越 公开公正客观评论的 这一种标准了 已经是指控了 然后影射 我刚刚提到的寒沙摄影 这样四个不负责任的 这种说法 我觉得如果你要去替他们说话 其实还是看观众心里 你怎么想 在这段节目上面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 没有任何证据 就拿着罗书雷委员手上那一堆 杨宪宏或是吴祥辉先生手上的那一堆 没有经过求证 也都是不实资讯的东西 就助攻 如果他们愿意为他们言论负责 我相信他们心里应该觉得很心虚 也应该要跟柯市长道歉 博弈你补充事情 我再继续一下 说起一个 谢谢 你的政治的敏感度很高 我昨天也打了两个电话 问一下民进党比较高层的 比较在高空 空气比较稀薄的 住在那地方的朋友 都说 跟我们没关系 没那么说 我就是知道跟台语讲得更白 讲得更白就说 就在做台风 你没事情 我去摸那火烧厨的 就是要冲一下 意思说我们选情就某种程度有点艰难 我去搞这个不确定的事情 而且知道说不小心会自爆 点点点 那我认为 我也比较像民进党 可能应该 某种程度应该这个可能性很低 那这个发动者 您认为有没有哪些想象的空间存在 我当然用想象两个字 也不是很负责 那说真的 大家都在想说 我的了解一开始真的是 吴祥辉他的信书 那为什么小齐说这些人 根本就是助攻 我真心觉得他们 心里面就是讨厌柯文哲 他们觉得有一个梗了 当然就会跟着杀 我觉得是这样的 所以这件事情当然不会是党之外 因为我就知道 所以您比较定调成是一个 对 特定少数人的 插枪走火 然后大家打折水不上 这些人因为曾经可能出入过摇扮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 側翼的注入 不是出入 但是 请问一下姚立明先生 他是是不是 姚文之阵营的策略长 请问一下简余彦 他好像就来一下就散了 真的吗 你现在又可以黄金切割了 那简余彦 我们前局长 是不是有姚文之阵营的 这个各式各样的造势场合上面 替他助选 他不是只是出入 他出了很多意见 我觉得不要想要切割成这样 大家 我相不相信其实是次要的 重点是 你相信吗 你相信他说的吗 我终于要用一个中立的角度 我终于用中立的角度 然后你叫做中立 要帮民领党讲个话 我说真的 刚刚有人都讲 他们认为柯文哲里面 有民进党的暗装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是民进党里面 有柯文哲的暗装 OK 是顶手中的暗装 因为其实 我们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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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一地方 上礼拜我也跟某一个名嘴同台 那我说这样子一个 不管是花明车器官移植 对柯文哲的指控 如果没有拿出一刀毙命的证据 伤的是我们 其实我讲的我们是指说 民进党包括我们议员 所有的人其实都知道 这次选战非常的艰困 结果那个名嘴 他非常的生气说 这个怎么会伤到民进党 他说我在说攻击姚文哲 伤害姚文哲 可是我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姚文哲 这位名嘴不是要投丁手中吗 然后到昨天 昨天他还说 我在刻意伤害姚文哲 说实话我们都不愿意看到 这个选战变成是这样 到底是谁真的在伤害姚文哲 那我觉得这个选战变成是这样 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他们为的是要帮民进党 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 他也明知道这样子的一个选战的手法 对民进党是没有帮助的 可是他们还要持续的这样子的攻击 持续的这样子的讨论 持续的这样不管是抹黑抹黄抹红 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就如同刚刚时期所讲 就是讨厌柯文哲 他们就是仇恨柯文哲 他们就是要拉下柯文哲 不管今天拉下柯文哲是 叮手中上还是怎么样 或是民进党会因此整个一起陪葬 他们也在所不惜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是非常的一个 在局势上我们也无能为力去力往狂澜 因为在这个上面 我们真的也是处于一个被动挨打的状况 难道我们要站出来谴责这些人吗 那这些人其实说实话 他们过去到现在 他们的很多言论不一定民众会认同 可是他们也代表一定的声音 那这样子的一个局势 说实话我们民进党现在真的 我觉得所有的党公职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尤其是要选举的人 其实都非常的无奈 也很无言 不知道该说什么 OK 您刚刚主动捅了一下马蜂窝 我就追问一下 前几天这个柯市长的选举的 妇女后援会 OK 柯爸 柯妈 陈美琪医师 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应该也是柯医师 柯市长的堂妹 应该是堂妹 妹妹 亲妹妹 OK 好 OK 那柯医师也都出席了 那柯妈妈有个说法 她说柯妹首度线的这个年轻的柯医师 柯妈妈批周玉寇说让她骂到倒下去为止 多悲观 这个嘉宇 您知道说少数的人不能代表民进党 可是我必须很严重的挑战 可是这些少数人会变成 民进党的主流的声量 我当然知道这个质量不对称的道理 可是老百姓的解读就是这样 我知道很多柯文哲粉 或说很多相对中立的朋友 对民进党在舆论市场上的 被少数极端分子的把持操弄 没有办法理解 我真的身边很多朋友都是民进党 都在敲桌子敲三枪 是怎样这些人代表民进党在讲话 我们变得民进党打拼的时候 你们又是国民党 怎么现在过去那些 国民党不要的变成你们民进党要坐上兵 我听了这头皮会发麻 您的干法呢 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们的基层真的接触很多 包括说现在很多 你说民进党基本盘在台北市 难道真的只会有十几%吗 当然不是 那这些人其实也很心痛说 现在局势演变成这样 可是有些人确实活在平行时空里 那些人也会被这些 所谓的名嘴或是台面上的这些人 所带风向或是洗脑也是事实 像我的脸书就有很多人来攻击我 我说跟柯文哲是中共同路人 背骨的什么 就是类似的言论非常的多 说我们在背叛台湾或是什么 但是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 一步一步的我们加入民进党 我们认同民进党的理念 那个理想那个改革性 可是你现在民进党 我们也不愿意看到被少数人变成一个 好像很偏激 或是我们是不明事理的这样子的状况 可是刚刚所讲的就是说 某些媒体人或是名嘴 他动不动就在节目上说 我跟民进党高层传简讯 民进党高层也觉得不能认同高嘉瑜 说要开除高嘉瑜长级或等等 那这些人这样子的说法 当然也会让支持者说 你看民进党高层也是不是跟他很好 然后也认同他这样子的说法或做法 可是这些人真的是代表民进党吗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说文家大哥你知道这要怎么处理吗 民进党人他要出来说 我也没办法处理 我觉得这种事情我觉得支持者内心 当然也有很多的就是 我相信人民刚刚小琪讲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其实大家也都看得清楚 只是不懂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其实民进党要怎么去阻止或是挽救说 现在已经大家认为说 这些不管刚刚小琪认为这些是彻翼或什么 这些人就是已经被挂上跟民进党等号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不知道怎么处理 因为你说他们长期也是在 片绿的节目或是他们的很多 也是在帮民进党说话的时候 大家当然认为说 他们跟民进党的关系是很好的 所以都会认为说这个是有关联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 只希望选战赶快打完吧 然后 OK 我可以看得出家瑜的无奈 我觉得柯文哲可以不当市长 你就回去当医生 蔡总统你也可以不用当总统 你就回去当一个法律系的教授 但是台湾不能没有选举中一个最重要的台湾价值 叫做善良真诚以对 太重要了 台湾算到这个地步 痛苦不在蓝绿对决 是每次选举台湾人的那个善良真诚以对 就被挖一点挖一点挖一点挖走了 选完谁赢了 台湾是真的全体都输了 上次我们在提到相关议题的时候 我把一个资料补充了 2014年10月7号上一次首都市长选举的电视辩论会中 那时候柯市长也秀出大屠杀作者Gottman律师回函 他亲自回言指出 葛特曼对于柯文哲至上最高的致敬 而台湾媒体的攻击都是不正确也不准确的 证实他自己没有涉入器官买卖 我就看这位葛特曼先生 你下午有什么新法宝 我等着看 我们上次讲到花名册 最后我开个小玩笑 因为讲说这个在 柯市长说在大陆吃饭 吃完后有个甜点 我来开个玩笑 餐后甜点是诚实豆沙包 还是惭愧的棒棒糖 这很重要 我希望每个人吃的是诚实豆沙包 把真话说出来 而不是什么几年后吃着惭愧棒棒糖 他说冬粗我是在乱世 说得惊惊怪怪的 政治没有后悔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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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特别讲到三个字 没有后悔药 来那个麻烦 那个柯玉做一个简单的 30秒的一个结论 不好意思 是 我认为台湾的政治已经太混乱了 还是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政治选举 拉回到政府回来 如同我们吴祥辉大哥所说的 他觉得十月是很棒的月 我也觉得十月是很棒的月 因为是我的生日 希望在这个月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十月 生日十月 真的是很棒的日 光辉的十月 光辉的十月 所以我们希望都能够好好的走 稳稳的走 把自己做好 不要去攻击别人 包括我们韩国瑜 我觉得我们的主委 做得就很好 我们希望台北市的选举 也能够效法他的精神 继续的推动正向选举 透明干净 OK 施琪来帮民党讲个话 因为我觉得民党在这事情上 有些地方被误会 但是求真求事实的角度 我们一定持续努力 我跑民党新闻也跑了二十几年了 就是他们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情 其实跑新闻也就问得出来 那所以当你讨厌别人 用脏水泼你的时候 你也要避免自己把脏水泼向别人 这是我给柯正宁的建议 OK 打击魔鬼 自己也不能变成魔鬼 是一个政治社会学上 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念 嘉宇 三十六结论 我觉得其实民进党大多数的人 都还是希望这场选举 能够聚焦在政策 然后提出一些正面的力量 这个才是选民希望看到的 所以这场选举 目前为止确实有些失焦 那针对说某些失控的行为 说实话真的不是我们能掌控的 但是我们也希望努力的 把这场选举倒回是正轨 能够让人民看到一个正向的力量 这个是我们期待的 好 请你吃一个诚实豆沙包 您对姚委员的选情 目前的看法是怎么样 吃了诚实豆沙包 我觉得当然是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 OK 继续加油 好 这个小七三十六结论 是 其实呢 名嘴是大家一起就是养出来的 周玉寇为什么让柯妈妈特别印象深刻 为什么 总统去她的节目受专访 院长也去 各县市的候选人也去 那你要说她不是一个清律的名嘴 跟这个民进党的关系 好像不太密切 没有人会相信 她的公司还包了好几个县市的文学 包台电公司 是 所以大家为什么会那样认定 我再一次说柯正英怎么样看 其实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选民 全台湾的民众怎么看 我最后再一次的呼吁 全台湾的政治人物 对自己说的话要负责任 尤其要摸着自己良心说话 因为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呢会做 在11月24号会做出最后的判断 告诉你们 不要侮辱我们的智慧 OK 我送给柯市长一双鞋子 叫Timberland 一般都把它称为叫做踢不烂 Timberland叫Timberland OK 好 你走在现实里 需要一双踢不烂的大黄靴 OK 如果可以 我不会走在路上 如果走在路上 我选择没有人敢走的路 如果在路上 遇到麻烦 我不会逃走 我只会走向 哪里越麻烦 我越走向他 真实的勇气 是踢不烂的 跟所有的选民 共同分享 我们真实的勇气 我是一片银天 是我家银南俊人线 明天同时间 我们银段再见 谢谢四位 谢谢 我家银南俊人线